出发前将以往整理背驼 是捕捞飞鱼的重要潜之作业 趁着好天气 蓝鱼族人前往距离 蓝鱼山海里外的小蓝鱼 这里过去是雅美岛舞族人 重要的传统渔猎海域 每到飞鱼季节 更是族人必来捕捞飞鱼的渔场 过去族人划船到小蓝鱼捕捞飞鱼 必须具备有足够的体力 跟丰富的海洋知识 但随着时代改变 加上气候变化 不少族人跟进购置机动船 族人说虽然捕捞气距改变 但还是会预讯 难以传统碎石记忆的规范 原时新闻 小麦里大圣台东南语 采访报导